铁手微笑着望向习鞋 习鞋没有说话 哦 那我明白了 朱月明嘻嘻地笑了一声 让我猜猜看对不对 他用短小 如布果的 小骨头的 指头 指向了铁手 他们说铁手杀人 然后又指向一延远方向 但猛禽却说一直跟着铁手 可正铁捕头清白 之后又指着孙密欢 孙家辩等 不过孙家的人自然不信你们 他们才不信外来的公差 然后又指向了习鞋 却没料到 习鞋做了证明 说跟铁手和猛禽在一道 说的这会儿 他把手指伸到自己眼前 偏使孙中三 为人公正 认为此案有疑 便不肯及时捕杀铁手 而他又主持公道 政法堂说话相当有分量 是以大家虽然都恨死了铁手 想让他背罪 可是仍得听从山神孙中三的意见 给他十日时间破案 他好像是在对自己的手指说话 这案要是破得了 经过十日的时间 元凶早已远走高飞 如果破不了 当然就是铁手自己吃定了 他笑眯眯的 突如其来的望向铁手 笑眼里像横了两根针 眼光就像两道刺 昨晚你毕竟还有不在凶暗现场的证人 刘猛琴 而又有人证实刘猛琴说的是实话 习邪 可是今儿 你不是杀孙拔牙的凶手 可有人证啊 有 谁啊 我知道他们派了许多人来监视盐院 可有人愿意出来证实啊 铁手根本没离开过这院子的 如是者问了三次 语音不高不间 却悠悠传了开去 方圆里内 谁都听得到 可是谁都没有挺身 也无人硬核 朱月明向铁手同情地笑了笑 恐怕一言堂的人再不会为你作证了 还有一人 可以证明我为踏出这院子一步 可惜他们未必肯相信他的证功 谁啊 猛琴 他一直跟你 同在房里 是 说不定他睡了 没瞧见你溜出去呢 他彻夜未睡 你怎么知道 他中宵未眠呢 因为我也没睡 你们两个大男人 长夜漫漫 又曾经历苦斗 体力并有消耗 不倾 为何 我们在研究 我们在研究案情 研究案情 是的 他始终没有透露飘红手机的事情 朱月明诡异地笑了起来 看来你们这一路上相当投契 猛琴兄有相当多的过人之处 我一向他学习 这又是场面话 体面说辞 可是 既然我来了 而且来了那么多时了 他为何还睡在里面 不出来见我 我想 那是因为他在 在干啥 也在研究案情 我们的确找到了一件 很重要的线索 我们怀疑孙妖红不是给卢走的 而是他自行逃走的 哦 他一定钻研得很专心 深入了吧 否则以他的精明机制 又怎会不知道 我已经来了这里 而且已经来了好一段时间 铁手忽然明白了 明白了他的意思 他的脸色似有点变了 他突然掠了出去 不是向前 而是向后 到后直掠出去 身法之快之速之急 比任何一流轻功高手 向前飞掠还要急 还要巧 还要莫测 他砰的撞开了一言院的门 撞开门 房里无人 桌子上还摆了一册书 是飘红小记 门一开 乍间的册子 孙家辩孙密婚孙出院几户 同时掠出闪入房中 他们同时出手 抢掠那摆在桌上的册子 铁手叫一声 不可 他隔空挥指 直进向三大孙氏高手而指 啪的 弹在了与那个册子 连在一起的手上 只见那匪印上扬起了一阵薄薄的雾 若运木里看去 还可以发现那薄雾带着惨壁之色 三孙陡然止步 孙楚衍马上倒纵出去回到原地 少看一眼的 都会错以为他未曾动过 孙密婚立刻眼鼻闭口 退了出来 一面狠狠的周麻不已 孙家便扔留在房里 冰住呼吸 但已憋得变了脸色 他的脸像一个套烂的竹飞 唯独是孙破家一动不动 扔留在院子里 那是望我三公分 这种下三烂的玩意儿 居然也在京城里 明补的手下用着 朱月明看着那敞开而空荡荡的房门 他脸上的笑意也是空泛泛的 他对他很是信任 却对他肯定不够了解 孟琴似乎辜负了你对他的信动 给朋友出卖的滋味 当然不会好受 何况是给你所信任的朋友 在生死关头出卖 那就更不好受 铁手在群敌环似下 独自坦然担当应对 留下刘猛琴有足够时间 看闻飘红小鸡 可是他却趁机开溜了 他一走 就无人可证实铁手 并非是杀孙拔牙的凶手一事 可是铁手的神态仍十分的平和 他站在一眼院的门前 徐徐挥手 他的手很大很厚 像一把扇子 而今这把扇子 就在山峰 他在徐徐地用手扇着 风轻轻地隔空吹开了飘红小鸡 也催动了侧印 翻动时隐约可见 在斐叶上填满了密密麻麻的小字 那些隐约 硬作碧林色的粉末 也缓缓地 渐渐地随风飘散 飘出窗外 消散于晴空 所谓重要资料 朱月明仔细地看铁手 隔世山峰的手法 就是这本册子 是的 至少 他虽然走了 可是还留下了这资料 你用的是空色大法 还是空实神功 朱月明兴致勃勃顿 我以为 这种王道内景 早已失传于江湖多时了 也许空即是色 色即是空 在朱大人面前 我不敢宣承 只不过 要早些消除毒力 这毕竟 是件重要的证物 朱月明那双细小的眼睛 发出点燃了灯火一般的光 有机会 我倒很想拜读一下 其中的内容 铁部头先来一步 果然掌握了破案之手有 不 是您先一步 先拔头筹 铁手 双手扔在空中催闪 徐极有致 我能在案情路上 略抓着头绪 完全是因为 这儿的势必小红 仗义护主 不惜牺牲之故 我只是侥幸 不似朱总 您一上阵 已掌握了关键 连午夜刑捕不在房中 也了然于胸 我自愧不如 有愧之手 你想知道 我是怎么会知道 他溜掉的吗 我更想知道 朱大人为何要亲家一言堂 那都是因为山东神枪会 孙家惹的祸 其实事情一发生 我就打算亲自走一趟 你们只是幌子 铁手并不亚语 其实 您要我走东北这一行 只不过是要吸引住 东北神枪会 孙家的高手的注意力 如果不是出动到 鸣补铁手 又岂能吸引得住 这一竿 既心高气傲 又胸怀大志 也无所不用其极 却更胆大心细的 高手之视线 倪动身 一路上就有人追踪 并先通知神枪会中 这一撮 最有特殊野心的人 这一班人马 大帝是以一贯堂的孙三典 为首领 得到一贯堂内三大元老之一 孙寻爱和总护法 孙觅欢的支持 想要雄霸东北 并吞天下燃至中原 寄予京师 我们姑且称之为 神枪会中的一大族吧 他们就集中人力 做好准备 等阁下大驾 而我才有机可乘 先一步人到东北 这权杖你的威名 好遮掩 打人言重了 大家都是刑部的人 本来您只要开口吩咐一句 一切好办 也一定照办 铁二捕头 介意此事 没有的事 其实您去找了一个 不熟东北的 我走这一趟 已决有意 您故意让猛禽带我出关 他又故意让我 多兜了些远路 我也察觉了 只是起先为之用意 何在而已 果然瞒不过你 我请猛禽跟你一道 是因为我已发现 神枪会中 有野心壮志的 这么一大族 摆在经理 关道上的卧底 便是猛禽 所以 您把他派去 跟我一起回东北 便是一举数得 把一个对方的卧底调走 同时 这样你可以亲自跑一趟 而消息 又绝不会走路 还有 只有您 才吃得住 这个凶猛禽兽般的人 只怕 他几次要暗算你 却都下不了手 他若下得了手 恐怕刑总 就已看不到我了 我也听不到这一番 智者名讳了 他若真的下手 也绝对来不了一言堂了 贴补头 不是贱责我吗 我这还不是为了大局 我看那猛禽 虽是同流 但并未何物 他也真的 在刺探所谓 这一大族 所进行的机密 难得你还在为他说话 我只是就事论事 开始 他的确是 这孙家 有野心的一大族 安置于京中的一颗棋子 他跟习邪一样 都是神枪 枪神孙三点 不在神枪会以外的 三个秘密亲信 助手 弟子 可是猛禽很有才感 武功也越练越高 在京中地位越来越稳固 江湖上的名声越来越响 几手的案子也破了不少 你想 他还会甘为人后 心甘情愿地让人操纵利用吗 我猜 本来一方 一直只盘踞于东北 另一人则引伏于京 大可显安无事 可是猛禽 却因为 他的地位官职之变 探听到了神枪会 孙家一族的那一伙人 正要制造一种秘密武器 而这种武器 一旦造成就可以将人与武器合并 又可以做到绝对中心 唯命是从 武功高绝 而又 无惧伤痛 试想 谁有了这种武器 而且 又能将之大量制造的话 不但一定可以称霸武林 就算是攻城掠地 南征北伐 也无往不利了 他得惜 自然动心 心一动了 就想 趁他兼得两者之变 来个 从中 劫夺利益 你知道的 比我想象的多 而且还多多了 你是几时知道 我故意派你来东北 其实只是想转移视线的 你是行总啊 经理的大事小事 谁瞒得过您呢 当年 紫薇变神枪 公孙杨梅 还是心高气傲 要弃家传枪法而改始剑 号称杨梅剑出鞘的时候 曾来过京师 试图 动用丰富的人脉 救七粮王 这样重大的事情 你怎会不知 您当然也知晓 我和他 便在那时 结下交易 公孙杨梅回了东北之后 变得臣妾收敛 重拾她的枪法 于是乎紫薇变神枪 又名声大噪 且成了一言堂堂主 孙江的左右手之一 你当然都非常清楚 他在年前突然销声匿迹 如果这次派我去东北查探 一定会冲着这个交情 一并彻查 这是摆明了的事 那么就会跟一言堂过不去 他们也一定会严阵以待 才不至防备 您来个声东击西 暗度陈仓 事宜 您若真的只纯粹派我 去击查摇红遭露一案 那是一个并不明智的选择 但是要是别有用心 便是莫测高深了 我只是个问路的头石 这事直到我看到摇红姑娘的手机 便分外确定 因为山霄铁修不同人语 她更不会扬言 要与我斗 您为了要击我出关 便不惜说了假话 朱月明听了满脸一色 哈哈大笑 哎 铁手忽然塌了一口气 她凌空发展 以掌力催动书印 驱散毒气 已到了末印 却发现手机里最后三印 已给撕了去 撕口明显可见 也可以想象 撕者临去何等匆匆 那三印里有如何重大的机密 以至于猛禽 要将他们撕去带走 这是摇红的绝笔 小红以生命的代价 将她快递 可惜她最终还是没机会将她毒病 看霸铁手不免身汗 觉得有负于那个薄命的女子 以及那位仍在糟结的红颜 朱月明也发现 他眼小也眼尖 已发现书也是有缺 这册子 你也没看完吗 是 那太可惜了 记忆此人何苦信他 既是朋友 不忍相疑 你是感谢她昨夜挺身 证明你并非杀小红之意 非也 她非正视不可 你并非杀小红之意 打瓊